诗篇第七十一篇 这篇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问题就是 当你年老体衰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没有人帮助你呢 这篇并没有标注作者是谁 但是我们看了这个内容 会发觉他的风格 以及他的口气呢 其实跟大卫还是很像的 第一节 耶和华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救拔我 侧耳听我 拯救我 这一开始呢 当然也是在跟神来求救了 在一开始呢 他就提到一个关键字 就是公义 在这一篇里面 公义这个词出现了五次 所以呢 我们看到诗人呢 在这地方是在求神来彰显他的公义 来搭救他 并且不受到羞愧 而是敌人呢 要受到羞愧 在这地方 我们看到 就像大卫的其他诗篇一样 在这个诗篇里面 求主来搭救他 并且他很喜欢来赞美神 还有呢 就是希望神使他的敌人羞愧 而不是他自己羞愧 这个呢 其实跟前面几篇大卫的诗篇 都是非常雷同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节 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 你已经命定要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这地方讲到磐石 岩石 山寨 都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他希望 神不仅是做他的磐石 就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能够来依靠的 而且他希望神是他常住的磐石 常常住在这个磐石上面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值得去注意的 我们不是只有需要的时候 才跑到神里面去 临时就求神的帮助 而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要 常常住在神里面 这样子呢 即使有一些突然发生的急难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站在这个磐石上面 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每一天都要操练 常常住在神 我们的磐石上面 第四节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 主耶和华啊 你是我所盼望的 从我年幼 你是我所倚靠的 从我出母胎被你扶持 使我出母腹的是你 我必常常赞美你 许多人以我为怪 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你的赞美 你的荣耀 终日必满了我的口 这像不像大卫的口气呢 就是不断的去赞美神 荣耀终日满了他的口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人他整天都是满口赞美神 荣耀神 很多人难免就会以他为怪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诗人他立志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从他出生到年老 神天天都是他兼顾的避难所 所以他从幼年的时候 就开始讲 讲到第九节就讲到他年老的时候 那年老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力气衰弱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年老体衰的时候该怎么办 会不会没人要呢 在这里诗人呢 可能也会担心他年老历衰 孤立无援 但是我们知道神 他从我们年幼的时候 就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年老的时候 他仍然不会丢弃我们 第十节 我的仇敌议论我 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 神已经离弃他 我们追赶他 捉拿他吧 因为没有人搭救 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啊 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 愿啊 谋害我的受入蒙羞 我却要常常盼望 并要越发赞美你 我的口 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 和你的救恩 因我不计其数 我要来说 祝耶和华大能的事 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所以这地方很多节呢 就是讲到 求神来帮助胜过他的仇敌 尽管在这样子仇敌环绕 要来害他的时候 第十四节他说 我却要常常盼望 并要越发赞美你 我们越是危急 越是困难很大的时候呢 更是要常常盼望 因为盼望 才能够给我们力量 能够胜过我们的一切困境 我们不仅是要盼望 而且要口发出对神的赞美 当我们心里盼望 口里赞美的时候 我们就有极大的力量 从我们生命中散发出来 让我们能够胜过四维的仇敌 叫我们能够得胜 那我们要赞美神 也不是只是为了自己 其实我们赞美神 因为神本就是配得 我们一切的赞美 因为他讲到说 第十五节 神的公益跟救恩 是不计其数的 当我们就是 每天都要来操练 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回顾到 哇神在我们每一天当中 他是怎么样的施行公益 怎么样来搭救我们 所以当我们想到 他的公益 想到他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就要越发赞美神 而且盼望他会继续的 在我们身上施行公益 而且呢 要来拯救我们 第十七节 神啊 自我年幼时 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 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 我到年老法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 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能 指示后世的人 所以在年老的时候 他认为说 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我不是老了就等死的 是我要将你的能力 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能 指示后世的人 所以我们不管 年纪有多大 我们还是能够去栽培年轻的 怎么样栽培他们呢 就是把神的见证 传递给他们 让他们听听故事 知道神的能力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 要传承的 让人们知 让年轻的人知道 神的能力 第十九节 神啊你的公义甚高 行过大事的神啊 谁能向你 你是叫我们 多经历重大疾难的 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第二十节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诗人 他的经历 很可能就是大卫的经历 我们知道大卫 他一生的故事 有很多的重大疾难 可以说一波又一波的 所以不管他是不是大卫 在这地方讲到 他个人一生的经历 就是有很多重大疾难 当你回想你自己人生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疾难 甚至呢 很多的疾难 重大的疾难 但是我们可以像诗人 在这里所宣告的 你必使我们复活 即便经历到这些疾难 即便我们最后 要离开这个世上 但是神 你还是要叫我们复活的 你是给我们永生的 我们有复活永生的盼望 你要把我们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不管我们被打到 趴在地上有多惨 你仍然能够使我们复活 使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败部复活 二十一节 求你使我们越发昌大 又转来安慰我 所以不管你过去怎么样 多么的失败 或者是何等的旷野 但是呢 不要放弃希望 神仍然可以让我们昌大 越发昌大 又转来安慰我 真的让我们心很得安慰 因为我们有盼望 知道将来会更好的 二十二节 我的神啊 我要鼓塞称赞你 称赞你的诚实 或者是称赞你的信实 以色列的圣者 圣者啊 我要弹琴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和你所属 我的灵魂都必欢呼 到我们向神敬拜 向神歌颂的时候 不仅是我们的嘴巴在欢呼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深处都要一同的欢呼 二十四节 并且我的舌头 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 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 已经蒙羞受入了 所以他心心宣告 神的公义必要彰显 他的仇敌一定会受到报应的 今天在这么长的一个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 从年幼一直到年老 神都不离弃我们 他总是会显出 他丰盛的救恩以及公义 他是我们常住的磐石 让我们口长长的来赞美他 让对神的赞美跟荣耀满了我们的口 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主 你要将你的公义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一生要来显出你的公义来搭救我们 主啊 你叫我们比不至羞愧 主我们宣告 你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 你的赞美你的荣耀 终日必满了我的口 我们要常常的盼望你 越发的赞美你 因为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不计其数 主啊 求你使我们越发昌大 并转回来 安慰我们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